大家好,这里是佛之园频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不要不相信六生肖冬至节,会有一笔横财 冬至几天后就要和我们见面了 冬至意味着新年也越来越近了 新年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很重要 所以冬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 冬至可以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运气 那么当冬至来临时,哪些生肖能获得好运呢? 让我们看看这些幸运的生肖 冬至的到来,将给生肖机带来好运 生肖机可以得到财富之心,天息的保护 冬至后,可以开辟新的制服道路 生肖机可以兴旺发达,投资顺利 年底财富将迅速增长 生肖机很幸运能够在在年底发财 生肖机需要在冬至期间 防止傲慢和鲁莽 做事情不要总是想一蹴而就 只要生肖机的人能克服性格上的缺点 他们就能在年底财源广进发大财 冬至的到来给生肖狗带来了好运 聪明的生肖狗在年底,急需冬至的祝福 冬至也没有辜负生肖狗的等待 冬至过后,生肖狗横财偏财不停 可以赚很多钱 生肖狗在商业上非常谨慎和聪明 生肖狗不会错过好运 但生肖狗也应该注意不要太贪心 有时候想法也不太复杂 简化问题是有效抓住这一财富 运势的最好办法 我相信生肖狗是能够在冬至过后发财的 生肖牛也受到了冬至的祝福 冬至的到来将给生肖牛带来好运 冬至之后 生肖牛将有一个繁荣的业务 生意非常兴隆 和客户非常愉快和顺利地合作 在工作中能够克服许多困难在年底工作 并在年底交一个满意的答案 生肖牛需要防止傲慢和鲁莽 需继续努力工作 生肖牛的人虽然运气好 但不能盲目自大 否则很可能变成坏运气 冬至的到来 也给生肖蛇带来了好运 生肖蛇在冬至 将能够得到财神的祝福 在商业活动中赚到很多钱 好运为生肖蛇带来 源源不断的客人来你的商店 你在工作中的表现可以更好 可以在很多事情上都做得完美 生肖蛇 需要不忘记 原来的理想和抱负 努力工作 不能躺在过去的成就上 否则你会发现 很难抓住这份财富运势 希望生肖蛇能在年底成功 生肖兔 生肖兔已经经历了 一个多星期的霉运产生了 冬至的到来给生肖兔 带来了好运 当生肖兔从水溺中走出来时 它能够接受冬至送来的福运 生肖兔从冬至之后 一堆快乐的事情即将来临 在工作中 以往运气不好的经历 会使生肖兔更好的 了解自己的缺点 从而更准确地提高自己 通过努力 做出了将事业做大的改变计划 此外 在财富价值观 和财务前景的变化中 生肖兔能够得到好运 有望使他们的经济状况更好 更多的财富 生肖猪的朋友们 能够得到冬至送福 不断增加自己好运 将形成一个稳定的财富来源 好运的到来促进了 生肖猪繁荣的事业 冬至开始 生肖猪将在工作中 发挥真正的忙碍 再加上你们自己的社交技巧 通过适当的谈判 使合作得以合作顺利 在经济上 你们应该更注重金钱的分配 投资和管理要更加顺畅 这将会将使你们在冬至过后 迎来富足的美好生活 那摩大慈大悲观 使因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 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晚年过得最好的六个生肖 年轻时受苦受累 老了却衣食无忧 晚年生活最好 年轻时吃苦 晚年无忧无虑的六个生肖 他们始终是世间的决策者 龙年出生的人 性格非常正直 生活中 他们不喜欢用甜言蜜语欺骗人 工作中也不喜欢肤浅 龙年出生的人 很难向别人做出承诺 狗年出生的人最大的优点 是诚实 勇敢 有责任感 他们不怕赔钱 不喜欢被利用 也不关心 和他们在一起的任何人 这些都是良好品格的表现 但狗年出生的人 不太善于取悦别人 因此失去了很多机会 狗年出生的人也是心软的 当有人向他们寻求帮助时 他们总是尽力互相帮助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认为狗年出生的人性格很好 鼠年出生的人非常善良 非常宽容 善良 不愿意伤害别人 总是以德福人 更愿意帮助别人 所以他们有很多贵人 他们经常遇到 可以帮助他们的人 他们很幸运 贵人能为鼠年出生的人 提供难得的事业机会 并给予真正的帮助 鼠年出生的人 会得到上天的眷顾 生活工作顺利 一生平安健康 牛年出生的人心地善良 但并不胆怯 他们的同情心来自自然 而不是出于 对某人权利的恐惧 相反 他们同情弱者 甚至比自己更糟糕的人 在他们的帮助下 牛年出生的人晚年会更好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会遇到一些 贵人会帮助他们 而他们的身边往往 也有贵人会帮助他们 另外 牛年出生的人 总是真诚善良 待人总是以善意待人 行动上也比较谦虚和感恩 最重要的是 他们非常有用 积累了很多好处 蛇年出生的人外表很冷漠 所以有人认为 与蛇年出生的人很难相处 认为蛇年出生的人太高冷 超然 寒冷的 蛇年出生的人冷静 理性 善良 但不懂得如何表达自己 他们把所有东西都放在里面 对周围的环境非常友好 蛇年出生的人正义感很强 蛇年出生的人非常谦虚 无论多么非凡 他们始终能够保持谦虚的态度 因此 蛇年出生的人 值得深厚的友谊和尊重 遇到蛇年出生的人 是一件幸运的事 十二生效忠 杨年出生的人 具有典型的外柔内刚的性格 他们生性温柔 但做事却有自己的韧静 他们心地善良 对人诚实 懂得为别人助想 在朋友有困难时 乐于助人 所以杨年出生的人 朋友很多 如果你想象一下 这样的性格 杨年出生的人 一定会有很好的性格 那么大慈大悲观 使因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智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 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 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